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最高检首次对外发布四大检查白皮书 全警示 全方位呈现2023年 刑事 民事 行政 公益诉讼检查工作 新进展 新成效 刑事检查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 2023年检查机关积极推动构建 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 提前介入18万余件案件侦办 自行补充侦查17万余件 在实体上保障实现公平正义 深化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 适用素材检疫程序占认罪认法案件的72.6% 推动反检分流 快慢分道 在程序上保障公平正义不迟来 秉持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理念 激活刑法第20条 2019年至2023年检查机关 以正当防卫做出 不补不速的人数是前五年的3.6倍 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 检查公益诉讼制度全面推开6年来 在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更好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2023年全国检查机关 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国防和军事利益保护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 知识产权等领域持续加大办案力度 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189885件 99.1%的案件反映的问题 在检查机关推动下 诉讼前就得到整改 其中最高检 水利部联合启动 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 盐黄九省区检查机关 聚焦未经许可取水 超许可水量取水等问题 办理案件670余件 推动解决了一批黄河流域 节水控水突出问题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利司法保障 明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 2023年全国检查机关 共受理各类明示检查监督案件 33.29万余件 涉及明示生效裁判监督 审判活动监督 执行活动监督 支持起诉 虚假诉讼监督 案件数量上升的同时 监督规模进一步扩大 2023年受理支持起诉案件 10.14万件 约是2021年的三倍 支持起诉成为 明示检查办案的主要类型之一 行政检查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 2023年检查机关 共受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7.9万件 办理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案 提出检查监督意见3.2万件 同时 针对一些行政案件 程序已结 但颂征未解的 程序空转 案结 事不了等问题 共促进暗设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2.2万件 同比上升26% 切实让人民群众可感受 能感受 感受到公平正义 看起诉回答案件 再做一遍 你会有空验子 稍微